跑姿訓練是最近很熱門的一項訓練方式 但什麼樣的器材可以幫助你的跑姿訓練更有效率呢 今天我將教你們用兩個器材 就可以幫助你的跑姿訓練 訓練的更有效果 而且更方便快速 今天要教你們做跑姿訓練的器材就是 彈力帶 好那我們今天要使用的這個彈力帶呢 有兩種模式 第一種呢這個是可以套住你的雙腳的 這是第一種的彈力帶形式 那第二種就是大家比較常見的這種mini bag 那這兩種的訓練器材呢 將是我們今天帶大家做跑姿訓練很重要的兩個工程喔 ok 那我們要教大家第一項訓練的東西呢 就是先用比較長的這個 有兩個圈套式的彈力帶 來教大家做前傾的訓練 那跑步當中為什麼要做前傾呢 如果你在跑步當中向前傾的這個角度不足的時候 很容易會導致你在跑步當中都是直立立的跑 當你是直立的跑向前傾的這個動力就減少了 所以我們用彈力帶來幫助你做向前傾的這個訓練 第一個訓練呢 要把你的這個彈力帶先固定在你的腰際位置 那往前傾的訓練呢 可以把這個東西固定在你的門把山 或者是請你的朋友家人幫你拉住 一開始先用站立的方式 當我身體開始微微前傾之後 他要開始hold緊我 這個角度大約就是我跑步在前傾的時候 會保持著前傾角度 那有些人前傾呢 會是有點分離式的 是有點錯誤的動作 什麼叫分離式呢 有些人往前傾的時候 只有上半身前傾 屁股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他就呈現一個英文的V字形 在跑步的時候你的屁股就會留在後面 前進不了 所以做的時候記得是 從髖關節這裡核心一起發力向前 所以輕鬆站姿 往前傾的時候是從核心出去 保持一直線 OK 這是第一個前傾訓練 那第二種訓練呢 我們是要用小的mini band 來訓練你的腳抬腳的位置 如果你的腳抬腳位置不太正確的話 很容易導致你在跑步當中 會有腳留在屁股後面 變成有腳尾巴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mini band 來引導你做到正確的抬腿方向 當你抬腿方向正確之後 你的跑步動作看起來就會更流暢 並且你的腳留在屁股後面的時間 就會大幅的縮短 這個時候你的跑步經濟性就可以更提高哦 OK 那我們現在要教大家的這個動作呢 就是把你的這個彈力帶套在你的腳的位置上 當你套在腳位置上之後 我們要訓練的動作呢 是你在跑步向前進的運動 要把腳抬起來的同時 盡量讓你的屁股重心正下方 或者是往前一點 不要有後勾的動作出現 所以待會兒的動作 把你的彈力帶先套在你的腳踝上 一腳踩進去之後 把彈力帶交叉 套到另外一隻腳上 OK了之後 我們待會兒做的動作 就是往上抬 拉到最緊之後 停一秒 回來 一 二 回來 一 二 回來 這個動作呢 除了訓練你向前進的這個 往前進的方向之外 也訓練你的髖關節的 卡腰肌群 你可以讓你在跑步當中 會有正確的抬腿之外 還可以訓練到你的髖關節力量哦 所以動作就是抬起來 一 二 放鬆 一 二 放鬆 搭配你的白手 一 二 放鬆 OK 接下來要教大家的訓練呢 是要把剛訓練的兩個動作做整合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做的前傾訓練 加上第二個的上抬訓練 把這兩個動作整合之後 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向前傾 又有跑動往前抬的姿勢 那我們大家要注意的動作就是 第一個動作 身體要向前傾 向前傾維持穩定之後 再來開始往前做跑動抬腿的動作 把兩個動作結合 盡量不要在跑步當中 把屁股留在後面 所以要一直感覺 你推著你的彈力在向前傾 OK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向前傾的同時 身體保持往前傾的動作 加上你的腳開腿向前 那有一個動作重點呢 就是你在向前抬的時候 盡量讓你的腳是往前 膝蓋翻向朝前 不要有後勾的動作出現 所以我做一次錯誤的動作 有些人可能會屁股留在後面 做後勾 你就開始前進不了 所以我們做一個動作就是 屁股往前傾 把腳往前抬 這個時候你的動力方向 才會是向前才是OK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教大家的兩種 用彈力帶訓練 你跑姿勢可以進步的方式 那希望今天這兩種訓練 對你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如果你真的對於這兩種彈力帶 非常有興趣的人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連結放在下面 這個彈力帶非常好用 算是我用過好幾個品牌當中 比較推薦的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很扯 都扯不斷 因為它是用果凍膠的形式來做 那一般的彈力帶通常是乳膠模式的 乳膠通常是比較容易扯斷的一個材質 所以這個果膠模式 我覺得非常的牢固 很推薦給你們使用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面的資訊連結 並且輸入我的折扣碼 將會得到這個專屬的優惠喔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喜歡並且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